1933年6月14日 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庆典 明星云集各显身手 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在星光闪耀的荧幕前 一位英俊潇洒的无名小卒登场了 只见他怀抱琵琶舞动十指 弹了一曲十面埋伏 娴熟的技法 非凡的力度 将气势磅礴 富有戏剧性的音乐 表现得淋漓尽致 曲终既精四作 令人赞叹不已 从此人们知道了 有一位琵琶弹得很棒的小伙子 名叫魏仲乐 魏仲乐1909年3月12日 出生于上海一个姓英的码头工人家庭 排行老八 英家境贫困 出生后不久就以五十块银元 卖给了一个有女无子的姓魏的寡妇家 更改姓名叫做魏炳涛 学名魏从福 又英家境贫困 小学没念完 十五岁的魏从福就当了学徒 但生性乐观的他却自幼喜爱音乐 很早就学会了笛 去自学笛 销 二胡金胡 三弦 乐琴等 他的兴趣之广泛 学习之刻苦 进步之迅速 在所有的学员中是首屈一指的 并且深得大同乐会会长郑敬文的赏识 一天郑敬文对魏从福说 你的名字起得不好 从福太俗 我看该叫仲乐吧 从此魏仲乐的名字就叫开了 1932年至1934年 由郑敬文推荐 魏仲乐先后在上海女子美术专科学校 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兼课 后又到交通 复旦 同济 郑敬等大学辅导学生业余国乐社团 为普及民族音乐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大光明电影院一举成名后 魏仲乐于1933年 在世界社举行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 第一场个人民族乐器独奏音乐会 并获得成功 在音乐会上 魏仲乐用琵琶 鼓琴 二胡 洞销等乐器 演奏了《十面埋伏》 《醉于唱碗》 《阳关三叠》 《观山乐等乐曲》 这次独奏音乐会 标志着魏仲乐的演奏艺术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5年 魏仲乐又应邀赴长沙武汉等地 举行独奏音乐会 使内地观众大开眼界 当地的中外文报纸 纷纷加以报道和评论 1934年 魏仲乐参加了 由人民音乐家 聂尔创建的 百代唱片公司 国乐队 并参加了 聂尔编曲的 国乐合奏 《金蛇狂舞》 和《翠狐春晓》的 唱片录制工作 同年 百代公司 魏仲乐录制了 两首琵琶曲 和两首鼓琴曲的唱片 聂尔亲自为其中的 赛上曲 和阳关三碟 报幕 魏仲乐先生 独奏 射上曲 魏仲乐先生 舞琴独奏 阳关三碟 1935年 大同乐会的创始人 郑静文逝世 魏仲乐接替了他的职务 担负起大同乐会的领导工作 1938年下 魏仲乐等人 应香港妇女救济伤病会之邀 在香港大学大礼堂 举行了两场音乐会 收入全部捐献给中国难民 同年 魏仲乐参加了 国际红十字会所属的 美国医药驻华会组织的 中国文化剧团赴美国演出 以募集资金和药品 救济中国难民和孤儿 该团在美国的洛杉矶 旧金山 芝加哥 纽约 华盛顿等三十多座城市 巡回演出了七个多月 全团虽然只有十一个人 演出的节目却非常丰富多彩 其中 以魏仲乐的琵琶独奏最为精彩 他最擅长演奏的十面埋伏 是整场演出的压轴节目 仅用一支四根弦的中国吉他 竟能如一支交响乐队 展现千军万马 激烈战斗的场面 而且刻画得如此微妙微笑 栩栩如生 这深深打动了美国观众的心灵 他们惊叹魏仲乐琵琶的艺术魅力 纽约的音乐评论家 在美洲日报上写道 他的晶云演奏 使我的耳朵难以相信 旧金山的一家报纸 以琵琶上的克莱斯勒为题 发表了评论文章 将他与号称世界小提琴之王的克莱斯勒 相提并论 纽约电视台慕名邀请魏仲乐 上电视台演奏古琴 向美国观众介绍 古老神秘的中国传统音乐 称为第一个上美国电视台的中国人 接着魏仲乐 又为美国的一家唱片公司 录制了四张唱片 包括琵琶曲歌舞影 飞花点翠 古琴曲醉鱼唱碗 阳关三叠 二胡曲并中吟光明行 萧曲庄台秋思 和笛曲浙姑飞 共八首乐曲 五十多年来 这四张唱片一再重版 现已改成密文唱片发行 十分畅销 据美籍华裔音乐学家赵如兰教授介绍 凡是对中国音乐感兴趣的美国人 几乎都有这套唱片 一九四零年 魏仲乐从美国回到上海 由沈知白先生介绍 到滬江大学音乐系任教一年 不久又在松山路上的大同乐会就职 开办了仲乐音乐馆 培养了一批国乐爱好者和演奏家 一九四一年 魏仲乐和金足理徐光毅 共同创建了中国管弦乐队 乐队成员大多是魏仲乐的学生 在魏仲乐的领导下 中国管弦乐队在继承江南私卓的基础上 勇于探索创新 在乐队深部的编配 合身肢体的运用等方面 反复实验改进 为我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创建和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四五年十月 中国管弦乐队与梅兰芳剧团 在兰兴大序院同台演出 以庆祝抗战胜利 一九四七年 中国管弦乐队扩展改名为 中国管弦乐团 除文革期间停止活动的十一年 一直坚持排练演出 成为现存历史最久的民间乐团 一九八七年 该团开办了 众乐明乐进修学校 培养了一大批明乐人才 他们还编选了 魏仲乐演奏曲集 汇集了魏仲乐深前演奏的 十五首琵琶曲谱 和一首由魏仲乐改编的 合奏曲谱 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音乐遗产 一九四九年春 上海解放 魏仲乐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一九五五年 魏仲乐和沈之白 首赫鲁厅院长委托 筹建民族音乐系 一九五六年 明乐系成立 魏仲乐任副系主任 一九五八年任系主任 从课程设置聘请教师 制定教学大纲 整理传统乐曲 创作明乐新作 完善教材建设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 为我国的明乐教育事业 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培养的一批学生 有的已成为明乐系的教学骨干 有的已成为著名的演奏家 作曲家和指挥家 可谓逃离满天下 一九八五年 七十七岁的魏仲乐 被聘为明乐系的明语系主任 魏仲乐教授 是当代最副盛名的 国乐演奏大师 魏教授 对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 明族音乐教育实验 做出了毕生的贡献 魏先生他既创作 指挥演奏于一生 在乐器的演奏上 他既能演奏琵琶 还能演奏鼓琴 动销 二胡等等 魏先生他这种 演奏复合型的 这么一个演奏人才 就对我们现在的建立 民族音乐 培养我们自己的 复合型的人才 很有歧视 我们现在正考虑如何 把魏先生的这么一个经验 把它总结 把它提高 来用他的经验来指导 我们现在的工作 就是说我们也在 我们的这个教学当中 要使得学生能够 多掌握一些专业知识 成为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更适合于当前的 这个社会 这个文化 这个精神生活的需要 魏仲乐的艺术成就 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 1954年 魏仲乐随中国文化代表团 前往印度 缅甸和印度尼西亚 访问演出 他作为文艺界的代表 担任了1956年 至文革前的历届 全国政协委员 他还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 上海分会副主席 1985年11月1日至3日 中国音协上海分会 和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 联合举办了 魏仲乐教授音乐艺术生涯 60年庆祝会 庆祝 魏仲乐教授音乐艺术生涯 60年 庆祝活动 现在开始 各位来宾 各位同志 今天我们在这里 热泪庆祝 我国当代 民出音乐界的接触代表 著名民出契乐演奏家 音乐教育家 魏仲乐教授 音乐艺术生涯 60年 我代表庆祝大会的筹备族 代表上海音乐学院 向魏仲乐表示热泪的祝贺 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各位热心中华民国主义 请认识 各位朋友 在庆祝会期间举行的三场民族音乐会上 77岁高龄的魏仲乐登台演奏了古琴曲 《阳关三碟》和《醉鱼唱碗》 并指挥中国管协院团演奏流水操 雄风游在的演奏和指挥 博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在70多年的音乐生涯中 魏仲乐的艺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气势豪放的演奏风格 魏仲乐的演奏讲究气质与气度 他反对在舞台上有丝毫脱离 内容需要的动作和表情 而应注意表现音乐的内涵 他一出场就有稳如泰山的乞丐 和扣人心弦的气质 他认为演奏乐曲要舞曲文弹 文曲舞弹 刚柔相继 行神兼备 二 不拘于前人的独创精神 魏仲乐主张演奏艺术 因基于法而不拘于法 无法则乱 拘法则死 例如传统的实面埋伏 在乐曲达到高潮后 还有三个小段 魏仲乐认为 这三小段音乐内容单薄 显得拖沓 便在演奏时大胆删去 这一改动曾被一些人士认为 大逆不道的行为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 人们逐渐接受 并肯定了魏仲乐的演出版本 三 博彩重常 独树一致 魏仲乐精通多种乐器 主要靠自己的努力 但他虚心好学 能者为师 广泛求教于前辈 凡是他认为值得学取的地方 不论哪家哪派 都刻苦钻研学到手 所以他的演奏已自成一家 独树一致 四 中西结合 融会贯通 魏仲乐很早就接触了西洋音乐 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音乐 必须学习西洋音乐的长处 他在护江大学教课时 就用五线谱 他要学生听西洋的交响乐 了解丰富的内涵 和表现内容的手法 以供自己演奏时的借鉴 五 重视明月的普及和教育 他认为明月要发展 必须从普及和教育着手 为了改变阳春白雪 喝者盖寡的局面 他利用广播 公演 茶座 等多种形式广为宣传 他将毕生的精力 投入音乐教育事业 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 自三十年代以来 魏仲乐录制出版了多种唱片和音带 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音乐遗产 1981年 上海音乐学院电教科和明月抢救小组 为72岁高龄的魏仲乐 抢录了一批曲目 使我们现在还有幸能一睹 明月大师的演奏风采 1997年4月7日 我国的明月大师魏仲乐教授 吕氏长辞 但他所希望的振兴明月 后继友人已成为事实 他的儿子魏祖光 已在少儿明月教育事业中 奋斗了三十多年 并卓有成就 他所创建的中国管弦乐团 仍然活跃在乐坛上 他的学生正在海内外 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奋斗 他所演奏的十面埋伏 醉于唱碗将永远在世界乐坛上回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